透过写实的画风 也希望能够记录真实人生 艺术家陈信发常连在宫庙服务 闲暇之余将所见的美景描绘下来 记录最美的时刻 有随处经过的风景 太太在看书的一瞬间 与荷花盛开的样子 直接把写生等同于创作 在参与宗教之余 然后就是说想闹钟取尽 从实画笔 已经三十几年没画了 刚开始的时候会稍微生疏 头前面一两户会感觉比较生疏 然后后来就慢慢很快的 就把过去我们所学的那种 那种灵感就马上呈现了 我觉得是在以前就是 跟着老师所学的 就是比较偏写实方面 然后早期也没有什么 哪方面的创意 就是喜欢画什么就画什么 看到什么就画什么 只是把我们的表达方式 把我们的意识一些色彩表现出来而已 客观性是写实主义的一大特征 现实主义的艺术家 倡导客观冷静 真实的去描绘生活 不像古典主义那样 按照美的模式去描绘 加工生活 而是按照生活本来的样子 去真实的反映生活 十方新闻 我闻许建议 高雄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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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